台湾的工具机是高度外销导向的产业 在全球市场打天下 而在台湾有不少的大型机具业者 虽然技术领先 但是在海外的行销上 得要靠着大型的国际展会 登上世界的舞台 只不过由于工具机的机台 体积又大又笨重 如果想让客户看到实体的机器 就得要大费周章的来搬运 而展示的空间也相当的有限 耗时又费力 而现在随着行动装置 与网络渐渐的普及 已经可以把机台的所有资讯 全部浓缩到行动装置里头 做成动态的行路 让行销变得更多元 超大型的工具机在工厂里头 组装测试 工作人员也不断低头忙碌 不要小看这冲床事业 光是在台湾每年就创造出 上百亿的出口额 俨然是台湾之光 不过要拓展海外市场 幕后推手的帮助当然少不了 目前我们九大行销的 整个的业务范围 我们的客户群来讲 当然就是中部地区来讲 就是工具机是最多的 就是机械类是最多的 我们公司来讲 大概都是分产业 很专业的去经营 就是每一个产业 都有专门的人在做经营这样子 来到九大 为在台中的总部办公室 成立已经22年 一直是网路行销的专家 最近6年更是做了个大转变 开始帮客户做品牌 更不忘搭上进来正夯的 新媒体行销概念 就会希望说把我的产线 把整个工厂的生产的效率 或者是把我的产品的展示方式 它就会改用另外的方式来做 所以另外的方式 它可能用APP来做展示 它可能用一些动行录来做展示 就是怎么样让国外的客人 好像是就是做一些工具 然后让国外的这些代理商 当它在展示产品的时候 就好像带客人来工厂参观产品一样 举例来说 不论是海外代理商 还是中端的客户 只要拿出手机或平板搜寻关键字 就能找到相关的APP 特别是单价动辄百万 甚至上千万的冲床工具机 无法取得时机的情况下 透过APP也能让客户更了解机台内容 我们可以做360度的观看 它就可以直接看到说 它的机台的细节的部分 可以360度的全面去把它浏览 都没有问题 那甚至今天我冲床的一些 机台的特色 我也可以把它点示出来 按下橘色播放键 机台的实际运作状况 马上以高画质影片 呈现在客户面前 而且针对特别的代理商与业务 设计独立登入的系统 像是报价单等等较为隐秘的资料 就可以在这里看到 并同时回传第一线碰到的问题 因为工具产业它算是比较特 应当讲说它是一个比较特殊的行业 就是它的产品是非常非常大的 有时候一台机台它可能像一个房子这么大 那这样的产品它要到国外去推广 不是所有的代理商它都有这样的产品的库存 像我们在30年前可能那个时候刚刚开始 那个时候在展览的费用对我们来讲 是一比很大的一个发挥 所以那个时候就是台湾很惯用的中小企业 一个老板提一个提包 然后到国外到处的宣传 都是以这样的方式 局里来说像是台湾的工具机大厂台立服 以往传统的行销方式都是以参加海外大展 在单一市场一年只有一到两次曝光机会 而且一次就得花上300到500万台币 和在地对手相比 打起品牌正来也较为弱势 不过现在透过APP以及动态行路等新的媒介 更容易接触到广大买家 我们台湾要很注意这一点就是说 在全世界各地非常多的产业 它都是运用行动装置来找很多很多的资料 而且现在行动装置就是说 大家手机是不离手的 如果他用行动装置来找我们的产品的时候 我们台湾的产品没有在里面 这个我们的商机就会失去了 透过这样子的手机平台 APP的模式来去增加我们公司行销上的曝光 而且这种曝光我们想相较我刚刚提到的展览也好 或者是交流会的方式也好 它的成本是比较低的 不只能够为代理商及中端客户设计APP 像是内部的人事管理 从机械的维修除错甚至业务行销上的需求都可以回报到系统上头 我的品牌形象不足 我的报价过高等等的 其实他可以很线上及时的就把这样的讯息抛给你的主管 主管也可以在日常活动里面马上看到你的手机上 这个业务有这样子的问题 他可以直接就跟他做联系 照这样来看 他增加几率应该可以达到10到15%不等 降低行销成本却又能带来更多订单收益 虽然传统的展览与交流会仍有其不可取代的重要性 但是新商机与新市场当然也不能错过 而透过这些新的软体应用 更有机会能连到互联网大数据工业4.0等等应用 怎么让你的客户能增加对你设备的信心 那就是大量收集数据 大量收集数据 从代工转型平台行销 是台湾不少企业的弱项 但也是必须面对的问题 不过现在透过台湾澳人的软体实力 也为外销出口打开了一片新蓝天